大家好,我是亚瑟 今天又到了我们中华文化故事的时间了 5000年来的中华文化故事真是博大今生 我们会利用这个节目来跟大家一一的分享 好了,我们赶快听听今天的节目吧 礼浪之风 商朝末年在黄河北岸有两个小国 一个叫渔国,一个叫雷国 这两个国家虽然邻居,彼此却不和睦 经常为了一些小事而彼此争斗不休 有一次渔国和雷国为了争夺两国之间的一块土地 又争吵起来 雷国国君便对渔国国君说 我听说西方有一个名叫周的国家 他的君主西伯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是个贤能而仁德的人 我们去请他评评理 看看这块土地该是谁的 渔国国君同意了 两人便一同出发来到周国 走着走着 他们发现路旁居民们所耕耘的田地 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田地里 四周留下一段空地 不去种植 渔国国君便找了一个周国的人问道 你们为什么只在田的中央耕种 而将四周空着呢 那个周朝人说 西伯经常教导我们要互相礼让 所以我们就将田的四周空着 一则可以避免不小心侵占了别人的土地 二则也可以借给需要的邻居使用 渔国国君和美国国君 不尽同时感慨说 连周国人民都晓得互相礼让 可想而知他们的国君是个多么贤德的人啊 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西伯呢 从此渔国和磊国不仅都不再争夺那块土地 而且还彼此互敬互助和睦友爱 变成了友好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